今天我们听第一篇读经是来自旧约的伊撒尔善之书 在圣经当中,盲的人、龙雅的人、或者坦汶的人 是都用来,譬如是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时时对天主的声音,好像掩着耳朵,听不到上主的话 所以都没有办法去宣告上主的说话 但是天主就好像这十日先知所宣告的 天主马上来去拯救他的子民 他那帮子民的脆弱和病精就会获得医治 救恩的光即将照临,流放的人要踏上回归祖先故土的道路 他们脆弱的膝头也都会获得坚固 他们会听到和宣告他们的天主的奇妙救恩 伊撒尔也先知的预言在以色列人民中 畜生了对天主即将来临的信心 墨西亚要为世界带来显著的变化 当主耶稣在纳赞纳会堂宣读这段读经的时候 也都就是宣告他自己就是墨西亚 是以色列人期待已久的救世主 在巴比伦流放的人民回归 大地将要产生巨大的变化 过去野兽横行的地方 要变为肥沃的田地和美丽的居所 不单止人要改变 而是整个受造物都要分享天主的救恩 刚刚今天也都是一年一度 纪念印度的圣德兰修女的尖离 虽然在二十四年前他主怀安息 但是遍布世界各地 他们修会建立的人爱之家 继续言分这份的福音精神 在香港在九龙的南昌街 也都有一个人爱之家的宿舍 有位姓邓的男士 入住这个人爱之家 初期他很不适应 特别是和其他宿友一起相处 他曾经坦白说 他对信仰没有兴趣 一听到那些义工要说耶稣 就掉头而走 但是这位邓先生 这位兄弟终于 也都在去年年底 开始愿意去舞蹈 他这个改变 是因为受到人爱会修女的好榜样 他说有一次有个宿友 将宿舍派伐的寒衣 拿出去埋 修女知道之后 不单止没有骂 反而愿意再给寒衣 这个男士担心他 会担心他 这位邓兄弟对修女这种态度 他不是很了解 不过开始体会到 修女们这种不计较 和无私的精神 好像打开他的耳朵 打开他的口 他都想了解多些天主教信仰 而在信仰的帮助下 他自己一些坏的习惯有所改善 比如说以前很容易 他以为以粗口或者动粗就解决问题 他现在学会了冷静地去面对 他都学会了要有同理心 明白每一个宿友都有自己个人的故事 是因为修女们这种待人 接密的好榜样 打开他的耳朵 使他能够重建光明 能够看到上主的大爱 今天我们听的是 马亦谷福音 对伊撒尔阿先知来说 龙的人 都是代表伊撒尼人 但是被带到耶稣面前 现在是一帮外邦人 那这些外邦人 也都代表着 每一个尚未和耶稣基督接触的人 龙的人 没有能力听到其他人讲话 因此 他们都没有能力去沟通 生活在孤独当中 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在耶稣时代 一切病的人 都被视为是天主惩罚他们 而龙的人 被视作为诅咒 因为他们阻止人 听到在会堂宣告上主的话 在买个福音当中 龙雅的人 也都用来譬喻那些 从来没有机会 遇到基督 聆听福音的人 也都是指那些 故意封闭自己的语调 去拒绝救恩话 进入自己内心的人 谁是精神上龙雅 拒绝信仰 他们很难庆祝救恩 当主耶稣 医治一个龙雅人的时候 也都就是宣告 天地一种新的对话开持 对所有的人来说 无论是犹太人 或者外国人 都被打开耳朵 以及心力 是可以聆听到福音 接受信仰 以及都可以向其他人 宣告这个喜讯 值得我们反省 在我们自己家庭里面 在基督徒团体当中 在社会的环境里面 我们时时好像很难沟通 甚至互相攻击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聆听 其他人的理由和需要 但是上主的话 能够打开我们的耳朵 能够融化我们的心结 为了来到主的这一道 聆听上主 有医治能力的话 有时都需要有人陪同 由那些已经熟悉基督 跟他的话 以及救恩能力 有经验的人的陪同 可以说令到我们更容易 去接触主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拥有 跟耶稣接触而获得医治能力的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 在圣事当中 在圣事的德行上面 这些效果是可以继续发生 这种的爱德能力 能够对我们 对其他人 持续带给我们上主的救恩 刚才讲到人外会之家 除了那些目睹者之外 那些导师都是来自不同的堂区 他们当上这些义务的 导师 一位曾经服务了 十多年的郑女士 她说 十几年前 她开始在这个家舍当义工 她见证了一些受助者 因为认识天主教信仰之后 在心态和生活习惯上面 都有所改变 他们放下以往那些旧的习惯 而变得乐于助人 也都变得敢于 面对生活上的困难 她说 她说在人外之家 当这个义务传道员的时候 需要具备爱心和同理心 这两个条件 而了解 宿友所面对的处境 也都有帮助他们备货 她说 人外之家的修女们 在务道前期 也都做了很多功夫 他们无私的奉献 最能够打动人心 他们吸引宿友 认识天主教信仰 在务道团之外 人外会修女 也都为宿友准备饭前 都会一起先听一段圣经 每一个月都为宿友 和露宿者 举办明公圣体 这一切都反映出 修女们秉承会组 圣德兰修女的那份精神就是 将穷人带给耶稣 而将耶稣带给穷人 今天的圣经给我们两个的喜讯 第一 当主耶稣在纳达纳会堂 宣读这段读经的时候 就是宣告他自己 就是墨西亚 是以色列人期待已久的救世主 因此 不单止人要改变 而整个受造物 都可以分手天主的救恩 第二 就是基督徒在团体当中聚会 我们可以聆听天主的圣言 和宣读上主的话 我们不再是阿爸 而是以幽美通信和清醒的方式 去赞美上主 能够在主内得到平安 我们每一次参与尼撒圣祭 每一次履行福全的爱得行动 都可以看到在圣事和圣善的效果里面 继续发生 和对其他人持续带给我们上主的救恩 正如德兰修女的说话 都值得我们去反省和回应 就是如何在生活里面 将穷人带到耶稣那里 也将耶稣带给穷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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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